一贯将习近平成为朋友的美国总统川普 日前在联合国大会的晚间记者会上表示 在中共介入中期选举的情况下 习近平将不再是他的朋友 川普26日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讨论会时 也在会上向中共发出了不要干预美国中期选举的警告 美国之音今日引述川普的话说 我在昨天的联大会上 铺陈了我的政府 为更公正与和平的未来所做出的承诺 遗憾的是 我们发现中国一直在试图干预我们11月 即将举行的2018年选举 以反对我的政府 他们不想让我或我们赢得选举 因为我是在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个总统 我们在贸易上正在胜出 在每个层面上胜出 我们不希望他们来插手 或干预我们的选举 干扰我国的大选 是要付出代价的 出现在安理会中的中共外长王毅颇感意外 并在发言中称不接受任何 对中国的无端指责 其恪守的原则是不得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云云 德国直升报导说 川普推特上发报纸翻拍照片 指出中国在美国爱荷华州当地最大报纸 迪蒙音纪事报 Death Minds Register 等刊登广告 而且故意做得跟新闻报导很像 从图中可以看到 广告外观与旁边的新闻报导极其相似 只有下方小字标示由中国日报付费并撰写 中国日报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 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带馆的一份全国性英文报纸 爱荷华州是最大的对华大豆出口州 属于核心地带 Hotland 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以9个百分点的优势取胜 中国日报的广告可说是精准打击 根据美国商会最近的反关税游说活动 爱州在川普贸易政策 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下 受创深重 遭关税威胁的爱州出口总值超过10亿美元 包括黄豆的3080万美元 和该州受贸易支持的45.63万的工作 川普出任总统之后 数度提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并称他是好人 是我的朋友 甚至中兴遭制裁事件 川普也是看在习近平的份上放了一马 当人们已经开始将川普习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当作一句口头禅的时候 在联合国大会的晚间记者会上 川普又再次提起习近平是朋友 引发记者反问 在中国介入选举的情况下呢 川普回答说 我老实跟你说 可能就再也不是了 他又补充道 他 习近平 可能不再是我的朋友 但我想他可能还是会尊重我 看来川普相当自信 盲又说 如果做不成朋友 后果很严重 我还说 我看见 我看见